現在目前觀眾已經將近九成了 所以我們確定8005一定會開一點 現在倒數兩分半 好 節目已經大概可以準備喔 就是一個很努力善良的人 講不出話 呵呵 去年的5月30號 如果喬得到小巨蛋的話 會不會希望我自己的專長搬在裡面 我說當然會啊 那就是一個人生目標清單 你要是一個政府承認的表演形式 你已經是個有正當性的東西了 它就是台灣最有標誌性最大的一個場地嘛 它是長期在我們喜劇圈裡面的一個笑話 因為大家內心裡面認為不可能 如果說今年2023年就已經辦到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在同行裡面大家都覺得速度還蠻快的 好 我們今天會議會有三個部分了 第一個是巡述的 這個嗎 我覺得這很可愛 這個也很可愛 對啊 這個剛剛那個也很可愛 對 這些蛋他們有拿去做 有啊 那我好像可以先來看六條 怎麼寫對不對 嗯 我剛剛在想也是 我覺得你剛剛那個問題的答案好像是 我感覺大部分人都是 反正就是去星馬之前 好 討論完一月這一圖之後 我覺得還有二月 因為二月還蠻混亂的 上一圈那個方面比較 我們賣票 我們就是會有一支最有效的那個影片 然後那時候一開始討論 然後反正博恩就是他想要登上小巨蛋 然後他講我就說 哦 反正我聽懂 他就是要爬上去嘛 有一個人在爬川普大樓 然後我看隨便一個新聞畫面 都有幾千萬觀看 所以想說如果有人做這件事情的話 一定會引起一陣討論 頂到這裡 我們是看不清楚 對 然後也不明白要怎麼上 從這邊上去 然後他就會離這個樓梯 大概 民間保守的人 可能會 直接出來指責 就是說你怎麼可以做這麼危險的事情 以後每個人都要爬小巨蛋了 小朋友看到學的話怎麼辦 他們可能會打電話去報 所以昨天已經先跟警察通報過 如果取得一個證照 別人就會比較不覺得你是純粹胡鬧 然後考證照呢花了四個整天 跟另外一個整天在考照本身 你知道我跟曾博恩是每天早上七點 開車到龍潭 跟他一起上了八個小時的課 然後我要一手拿手機 一手拿GoPro 然後這樣錄 因為我很矮所以我很輕鬆 有沒有細心啊 真的是很難講 有點抖欸 對啊 我要去跟很多政府部門 一層一層一層的去跟他們解釋 你看得到嗎 嗯 就是溝通就還蠻久的 就但同時可以理解就是 因為他們的立場可能就會覺得說 怕會有不好的印象 所以如果在這個地方有問題 我們下面跟上面都會有權益 剛剛的會議會用刺激盤的好久 我想應該是 不停 然後我們說 破蛋 準備破蛋了 因為我們平常上課的場地 大概只有兩層樓高 我知道小巨蛋只有五層樓 當天在爬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想到我會到三樓 就完全沒有力氣 這個腳沒有在做效果耶 就我是很用力的在要把自己往上蹬 可是我的腳呈現出來就是狂發抖 當天我大腦裡都不覺得我害怕 可是我那天卻就是頭暈 吃不下飯 然後在上面的時候想吐 沒有覺得我緊張 可是我的身體告訴我我在緊張 昨天真的是突破 昨天真的好可怕 我早上看還沒過五萬 還沒十萬 昨天過戲的很可憐 我是覺得 唉 對不起大家 我自己覺得那支宣傳片觀看很爛 投入的心力啊 那溝通成本啊 遠遠沒有辦法justify他最後的觀看數字 現在才28萬還是什麼的 就會覺得啊 爛透了 哈哈 然後給你看看 happiness repeatedly